欢迎来到美厅 所有伤害你的人都是故意的 莫言在杂文《我们的恐惧与希望》里写道 在我的童年生活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除了饥饿和孤独外 那就是恐惧了 几十年来 真正对我造成伤害的还是人 真正让我感到恐惧的也是人 被村里人欺负、羞辱、伤害 几乎贯穿了莫言的整个少年时代 母亲在捡麦穗时 被赶来的人一记耳光打倒在地 口鼻流血 大哥考上华中师范大学 成为高密东北乡第一个大学生 这是村里的大事 一家人非但没有得到祝福 反而遭受了旁人的冷言冷语 这家是老中农 竟然出了一个大学生 而莫言因为吃不饱饭 只是偷拔了生产队的一根红萝卜 就被人带到父亲面前 被狠狠教训了一顿 后来他参军入伍 村里没有一个人来送行 还屡屡写信检举他 这一切皆因莫言家事中农成分 在村子里最不受待见 每个人都可以踩上一脚 看完莫言的经历后 我想起一句话 所有伤害你的人都是故意的 他在伤害你的时候就以权衡利弊 他会不断地对比 最后选择了伤害你 人性就是如此 你强大的时候 有人春风般待你 你弱小的时候 有人寒风般伤害你 电影《黑名单》里有句经典台词 为什么他人敢在你身上做坏事 是因为你让人觉得 在你身上做坏事 可以不付出任何代价 很多时候 坏人之所以会欺负你 就是因为你脾气太好了 《红楼梦》里的迎春 昏明二木头 一直被真戳了 都不会哀悠一声 奶妈偷了她的存珠 蕾丝金凤去赌博 东窗事发后 奶妈反咬一口 污蔑是迎春拿了自己的钱 作为主子 遭下人偷窃 污蔑 迎春非但没有生气 反而试图稀释宁人 他只说道 爸 爸 爸 省些是爸 命可没有了 又何必生事 探春和平儿替她打抱不平 丫头秀菊也据理力争使 迎春却一味祸悉泥 让坏人越来越猖狂 她的好脾气 最终也成了旁人拿捏她的软肋 父亲欠下一大笔银子 把她抵给了孙少祖 她居然也选择了顺从 结果出嫁后不久 她就被孙少祖虐待致死 同样身为主子 探春的脾气和迎春有着云泥之别 大官员被抄减时 老妈子欺负她的丫头 探春霸气袒护 冲上去就是响亮的一记耳光 探春受了委屈 从不憋在心里 有什么不满直接发泄出来 连王熙凤都不敢惹她 有句话说得好 和尊重一个好脾气的人比起来 人们更愿意尊重会发脾气的人 生活中就是有这样的人 你脾气温和 态度友善 他欺负你 伤害你 心理学上 有个著名的破窗效应 如果一间屋子窗户破了 没人去修补 不久后 其他窗户的玻璃 也会被人打破 如果一面墙出现涂鸦 没有及时清理 很快墙上就会被乱七八糟 涂满东西 做人也是如此 一个人试图冒犯你时 如果你没有及时制止 以后他就会变本加厉 无论和谁相处 都不要有太好的脾气 只有当你带着锋芒 面对这个世界时 世界才会变得温文尔雅 二 你没实力 他人就会伤害你 莫言刚开始尝试写作时 很多人并不看好他 甚至当面嘲讽他 后来他凭借 红高粱 郑董文坛 每次行业聚会 很多人围在他身边 不是夸他文笔好 就是夸他会讲故事 沈从文也有类似的经历 他刚开始写作时 给杂志陈报复刊 投去稿件 主编把他的稿件 用江湖粘在一起 全部扔进废纸篓 并讥笑说 大家看看吧 这就是沈大作家的作品 几年后 沈从文作品越来越出色 还被聘为国立青岛大学讲师 这时候 那些曾经嘲笑他的人 都对他客客气气的 正如莫言所说 大家都对你客气 不是因为大家素质提高了 而是因为你变强了 你弱的时候 坏人最多 一旦你变强了 就会发现身边全是好人 郭德纲曾经在节目里 调侃说 以前我被同行欺负 现在我欺负他们 九十年代末 郭德纲只身到北京学习相声 遭到同行冷落 鄙视 他在剧团里打杂 做灵工 为的就是有朝一日 能站上舞台说相声 他第三下四到处求人说 只要能说相声 自己当狗都可以 得到的答复却是 即使你给我当狗 我也不要 我怕你咬我 后来 郭德纲拜师侯耀文 成立德云社 爆红以后 很多人主动找上门 想要拜他为师 了不起的盖茨笔中写道 世界不会在意你的自尊 人们看到的 只是你的成就 只有实力足够强的人 才能够看到生活的好脸色 才能得到他人的尊重 哈佛大学教授梅约曾经提出过一个人际关系价值理论 人与人之间的任何关系 其本质都是利益交换 你有利用价值时身边簇拥着各种人 一旦你失去了价值 立马就会被孤立 作家 在经营过程中遇到困难 他去找昔日那些称兄道弟的朋友寻求帮助 结果被对方扫地出门了 为此 他消沉了很长时间 后来 他终于想明白了 这些所谓的朋友都不过是在利用他 希望通过他 获得他爸手里的资源 现在他爸退休了 他也就没用了 人的本性都很自私 在你没有价值的时候 根本没有人爱你 正如有句话所说 当你对他人有用时 人性就是善良的 你的价值 决定着你在他人眼里的位置 也决定着别人对你的态度 作家李尚龙在上大学时 为了和某位老师拉近关系 深夜拎着水果去找他 后来 他遇到事情 希望这位老师能搭把手 对方冷冰冰地回了句 没空 几年以后 李尚龙当时正在新东方教书 也出书有了一定的名气 有天深夜 他意外接到那位老师打来的电话 几句寒暄过后 老师进入正题 希望李尚龙能给他的孩子 介绍一个新东方靠谱的英语老师 看到一句颇有感触的话 你和任何人的关系 其实不是取决于你对别人有多好 而是取决于你手上的筹码有多少 你有价值的时候身边都是笑脸 你没价值的时候看到的都是屁股 最后 给大家分享一段我很喜欢的话 无论你遇见谁 都是你生命中该出现的 都有原因 都能为你上一课 这个人一定会带给你一些什么 或惊喜或成长 有些人的存在 是让我们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而有些人的存在 是用来考验我们 磨练我们的任性 使我们成长 那些伤害你的人就是来提醒你 你还不够强大 对欺负你的人 不要一味忍让迎难而上 对轻视你的人 默默提升自己 就是最好的回应 修养从来不是委屈求全 气场也都是实力的外露 订阅美听 我在这里祝你生活愉快 你 咱 咱 咱咱咱咱咱